生活需要美食 美食得量生活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玉山坊美食生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雪菜炒蚕豆 前日去超市 看到了蚕豆 有人对我说 好久没有吃到用蚕豆做的家乡菜了 所以今天我就做一个雪菜炒蚕豆 首先我要把蚕豆的外皮剥掉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 记忆中蚕豆通常是作为零食来吃的 像是五香蚕豆 麻辣蚕豆等等 后来当我在上海生活期间 我看到了蚕豆不仅是有名的零食 还是很受欢迎的一种菜 其中雪菜炒蚕豆就是很常见的了 也是极受欢迎的下饭菜 蚕豆已经剥好了 下面要准备好葱姜蒜 有人喜欢用咸肉炒 也有人喜欢用鲜肉炒 今天我就来个素草吧 今天用的雪菜是味道很好的即食雪菜 锅中倒入油后 把蚕豆倒入锅中干炒两分钟 因为蚕豆是速冻的 所以在油中干炒 会减少蚕豆本身的水分 使蚕豆的口感会更加好 加入少量的盐和五香粉 是为了让蚕豆入味 炒好后的蚕豆倒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倒入少量的油 把葱姜蒜加入锅中翻炒出香味 再把雪菜倒进来 加入一点青鸡汤 没有的话水也可以 这时把炒好的蚕豆倒回锅中 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来调整味道 因为雪菜是计时的 蚕豆是炒过的 所以雪菜与蚕豆 在锅里翻炒三分钟左右 等到汤汁快要收干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雪菜的鲜 蚕豆的糯 清爽鲜美的雪菜炒蚕豆 就完成了 施之源告诉我说 久违了的这个菜非常好吃 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关注我的预算房美食生活 咱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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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